大家好,我是阿琪 最近一位泰國女網紅Youtuber 來到香港旅遊時拍攝了一張疑似是靈異的照片 即時引起泰國民眾議論紛紛 我們一起研究和討論一下 究竟想中的是人還是鬼呢? 泰國網紅Andy 竟然上載了一段影片 講述自己去香港旅遊的經歷 Andy去香港三日兩夜 他第一天去到的時候 突然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去了醫院看醫生 第一天沒什麼去哪裡 就回到酒店休息了 第二天他覺得身體好一點 就出去吃東西買東西 周圍遊覽一下 在下午的時間 他跟朋友決定去位於中環的大館參觀 去大館之前 他們就先在海里活道附近一帶 拍片拍照 即是他們途經奧比利街的時候 見到對面馬路有一間店 門面上有很多有趣的貓圖案 所以他們就在這裡拍了幾張照 在過程中 Andy就先跟他朋友拍了幾張合照 然後自己再拍了幾張單人照 拍完這幾張照之後 他們就前往出發大館 在晚上回到酒店 大約零時十二點鐘的時候 他就回看今天外出拍攝的相片 就打算上去IG、Facebook等等 當看到去奧比利街 貓圖案店的這組照片的時候 見到前幾張 是Andy跟他朋友的合照 這樣並無異樣 但是 當他數下去下一張 你應是Andy自己一個隱隱的單人照的時候 就發現相片中 竟然出現了一位不知名的女子 這位身處紅衣的女子 還要搭著Andy的肩膀 看著她拍了這張照片 看完這張照片之後 Andy跟他朋友當晚都即時怕到無法入睡 Andy堅稱當時拍照的時候 是等後面沒有人經過先拍 而拍攝的時間 他跟他朋友拍的合照 是下午1點58分 而拍到這位紅衣女子的照片 時間亦是1點58分 前後不夠一分鐘 當時Andy的朋友都在旁邊 但都說留意不到這名紅衣女子的出現 雖然Andy接受新聞台訪問的時候 都堅持說 這張照片並沒有造假 並不是為了賺取流量 但大部分泰國民眾 或科學專家看完這張照片之後 都覺得 相片中的女子非常清晰 認為一定是人 覺得這名女子只是在玩一種 叫做Photobomb的事情 Photobomb的意思就是 在別人拍照的時候 突然入鏡 做出一些滑溪或搞笑的動作表情 容易破壞別人的照片 泰國民眾都認為 這一點最接近真相 有駐香港泰國記者 專門去到這間 貓圖案門店進行調查 原來這間店是一間酒吧 酒吧老闆知道這件事之後 也即時用測軌的APP 去在酒吧裡查看 有沒有一些靈異的事情 也查看店外的監控鏡頭 看看可否拍到當日事發的畫面 可惜時間已經超過接近兩個月 監控畫面的紀錄已經沒有了 即是說 至今仍然無法100%證實 究竟想中的是人還是鬼 有小部分泰國網民仍然不肯放棄 亦決定追查到底 將相片調光後發現 這名女子所身穿的衣服非常新正 更是疑似身穿名牌 包括兩萬多珠衣服 千多珠的褲 六千多珠的波鞋 紛紛多諷刺說 就算這名女子是鬼 都是一名有錢鬼 大家又認為 想中的女子 究竟是人還是鬼 如果有人認識她 最好都告訴我一下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 旗在泰國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Sarri Cup To Kun